真言第四章第23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的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但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在这一点再进心一点去讲 在另一个环境的时候 就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 就是怎样的环境 例如举个例子 我和这些牧师不是同一间教会 可以说我自己本身所认识神的标准 根本讲迹都不是的 因为他们根本做的标准 都不及得我们教会的评讯徒 那怎可能我可以教得到他们 应该做一个牧者的标准 因为标准都未到评讯徒标准 但譬如如果我在讲这个自传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过 但如果我自己本身在一间教会里面 就不同了 因为我和他们又不是同教会 如果我自己在一间教会当中 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神要我留起一间教会 接受这间教会的诗调 如果这个牧师根本可以说 标准低到过籠 根本你都没有机会和他分享 那我就会成为一个密密贡献刑 这个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我就会几多年都无所谓 总之神叫我留在那里 就留在那里 因为很简单 如果我在那里成为一个密密贡献刑 神没有高升我 我就找份熟悉工作 我就打一份牛弓去侍奉这个牧师 在这间教会去做 仍然以这个牧师做我的私钓 但是如果我在一间教会当中 这间教会的牧师很厉害 那我就会将我自己所认识的东西 以他能够消化 或者他能够最享受的情况下 和他分享 就像你看到我们认识一些朋友的时候 是你怎样和朋友熟 是用一个他愉快的方式和他聊天 所以你看到一些 喜欢吃东西的人 两个都喜欢吃东西走在一起 就是大家会讨论的 因为大家都一说起吃东西就愉快 那大家会在讲最愉快的东西 其实在我来说 讲真理是最愉快的 但是问题 如果我发觉 遇到一个牧师 是讲吃东西就愉快的 那我就会跟他讲 用吃东西去讲关于真理 就好像举个简单例子 我发觉普遍的人 跟他讲一些好奇的东西 或者是智慧的东西 他就愉快的 所以普遍的讲道 通常是用问问题的方式 问你一个问题 然后我解答 谁想知道这个秘密 诸如此类 又或者甚至说一些 智慧给一些人听 那些人都没有听过 觉得很震撼 那我通常用智慧的方式 去讲一些我自己所认识的东西 就是在愉快的情况下 不用咬到面红已热的方式 底下去谈 但是当然很多时候 不是那么理想 你可以有一个牧师 真的 哇 就是 从善如流 就是你讲什么 他都听 通常是介乎两者中间 有些你真的不能说 有些也不能说 有些也不能说 那你在当中 去找出你自己的身份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觉 有很多东西是你错 不是对方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 一个愉快的方式 去谈谈 就好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找到对方错 那你谈 你用不愉快的方式 就骂到他面红已热 但说一说 原来人家发现是你错 他又咬你转头 到你面红已热 很幼稚的 我们就拆毁了这个和谐合一 所以通常呢 如果我的技巧 我通常就是 用说笑 或者是用他最愉快的 他最愉快是说什么呢 他最愉快可能说见证 说某些厉害的见证 说神迹 他喜欢讲智慧 他喜欢讲好奇的东西 他喜欢讲食物 他喜欢讲买书 那我就用那个题目去讲起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的书 很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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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说那本书 说什么 他一定会问 哪本书啊 哪个写啊 那你就可以说 这本书啊 他讲的东西 我以前常常都没想过 原来可以这样看的 于是你用简单的方式 把那个你想讲给他听的内容 借这本书 和他分析 这个是说 我能够有机会和那个人分享 而那个人是 即我是那间教会当中 是成为一份子的 我会选择用这两个方法 一个可能就是 默默的耕耘者 默默的贡献者 因为根本可能相差太远了 那我就一生在那里做事了 但另一个呢 就是他本身是 可能介乎一个 你说什么都可以 又或者 中间当中 你和他讲他开心的东西 他就会很重善如流 那你在他能够改的情况下 和他讨论 有机会你发觉是你错 不是他错的 这个就和主耶稣基督 和这些外面法利错人之间的关系 对比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 明明是两个世界 是两者不同的 主耶稣基督他说出 他对法利错人的看法 和民事 和杀德国人的看法 是因为主耶稣 根本有这样的standard 有自己的标准 他以这个看为 对还是错 你要看到他有尊重的人 他尊重施洗若翰 因为施洗若翰 那种做事法 那种跟从神的方法 是主耶稣基督都会认同的标准 但问题他不是用这种态度 去对民事法利错人 而实际上 民事法利错人 根本就从来都不会有机会 主耶稣基督可以教他们 他们全部都是试探主 所以主耶稣基督都懒得理他 但对于他自己身边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是否这样骂 不是说你们是粉色的坟母 你们是落地獄 你们是八和七和九和 不是的 他说灯山补睡 他说怎样在神的面前有福 所以你看到他在圣经里面教我们 是这样做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都是保守我们的心 原因说到最后就是 我们每次行真理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真诚 并且在同人分享的时候 甚至我们的心都会受到矫正 而里面你是坦诚的 而里面你是付出的 而里面是和谐的 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你和别人是有个冲突的话 尤其是你常常和自己身边的朋友 家人 又或者甚至是基督徒 在真理上常常冲突的话 其实对你的心是不好的 因为你的心变成了 是program了他受伤害 多过你program了神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 其中一件很重要 我觉得一直都是很重要 但是呢 我觉得我就算说几次 都强调得不够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一定要很小心 让你的心去吸收神的话 OK 千万不要习惯在不专心的环境内 去吸收神的话 就是说在听讲道的时候 听重要信息的时候 去吃零食 经常走来走去 不是找一个专心的时间 坐定定的去听诚的话 尤其是在第一次 就是比如主日的时候 家序的时候 当你从听的时候 在上班 坐车的那些OK 因为那些是争取时间 是你对诚的话 尊重的 但是问题是你零收的时候 又会抽一些时间 你是专心的 就像我所说 有些牧师看到 连借饭的讨告 都好像真是打发神走 不要妨礙我吃饭 那种讨告方式 很可怕 你想想一下我们的心 会怎样 但是呢 同样就是说 我们在行真理上面 我们要记得 就是说 当你吸收真理的时候 不要带着怒气去吸收 不要带着不愤气去听 不要让自己是这样 当你遇到冲突的时候 都留意就是说 你怎样用什么方式去接受 以及去吸收一个真理 相对在行真理的时候 受到的冲击 磨练 或者你内心当中的挣扎 要看那些 是一个能够导致你的心 对神的说 柔软的一个机会 不要看那些是受苦 念念不忘 苦毒满心 这样去每一次度过 那又是了 你错过了神的话 应该在你生命当中 所拥有的扎根和祝福 当你完全用这个 夹身的方式去理解 神的话 和你内心的关系 你就会珍惜 神的话 如何借着你的眼 你的耳 你的口进入去 你宣告都要带着一个肯定的 不是无铃两可 如果无铃两可 宣告不如不要出声 OK 你看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要专心 他说你留意 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你要侧耳听我的话语 为什么会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说留心 我三心两意就可以了 我万不惊心就可以了 不行的 因为原因就是 我说的是 你要留意你的心 和神的话 产生一个什么的联系 而很多时候 那个震撼是很重要的 所以譬如 举个很实际的例子 真言第四章 第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圣告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心愿为你活 写去受爱 持守当初那份爱 从不退后 潮向未来 是否再不放弹 潜力从头上低 聆听智慧 在每天封情活制 盼望全流在世 一生无愧 愿献出一切 神阿谦 神阿谦 我愿尽持全力奉行 这份爱 坚毅并成实 永不平 我心已定义 我心已定义 天守这外意 期望到末后 被父神加冕 神阿谦 我为下传红服奉行 探上低恋 月纳明白我身影 让我生命 为你实践 在那天 到终点天国里 和你灭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